第一个关于刘鹤这个开放的言论 我想就是 它只会对一部分人会一定的效果 但你要回到当时的盛事 你说回到改革开放出勤那种势头 我觉得非常困难了 第一个 第二呢 农村这个疫情就这么严重 农村死人会多 但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再强调一次 好像北京疫情特别严重 然后名人死的很多 党员死的很多 所以我们常常讲 疫情这个病毒是有眼睛的 这话可能有它的道理 好像古人讲那个温神的概念 你不要以为说 真的没有这个东西 很难讲的 因为我们现在知识是有限的 等到事情爆出来 所以你晓得有多严重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大药禁时候的大饥荒 消息没传出来 大家知道死很多人 那死成什么样的 大家不知道 到现在都还没有病案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官员知道 为什么 他们到北京的开会 大家一交流就晓得 你们只能死900万 你们死300万 这样加加心也就有数了 而且像文化大革命当时 对 邓小平都说他是听闻数字 他自己都可能不知道 对 所以这个等到爆出来 大家才晓得事情是什么 这第二点 第三点我还是要强调 有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就是蒋经国道路 希望中共党员 从上到下 好好想想 这真的是唯一的活命的机会 但是习近平还一个 很好的机会 是 好那廖董 我要回台湾之前 三月份的时候 有一些朋友 专门跑到东国来找我 他们 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压抑 因为他看懂 这些人这两天跟我发信息 他已经跑到美国去了 他们先从厄瓜多尔 然后到那个 然后到那个什么墨西哥 然后又过边界 他都他已经 他已经 我要讲的是什么 其实他的处境很艰难 他没有透过人舌 他说人舌头 那可能要七十几万人民币 他说我花了七八万人民币 跨国偷渡这样 自己偷渡 他告诉我 他说塔山先生 我今天累的身体 已经连手都举不起来了 我瘦了十几公斤 他是一个人 到了厄瓜多尔 一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走过那么多国家 然后到了 我在讲的就是说 中国有很多人 是想要自由的 他告诉我一件事 我只要在这边打黑工 哪一天我合法身份 我把我老婆孩子 我父母接出来 我这辈子就止了 给下一代一个机会 对 就是给下一代 我说台湾人 如果你还在想那边 有多好的话 你听听看我这个朋友 听看我这个 我这种朋友 现在大概有四五个 从厄瓜多尔 进美国的 光我的群友 大概有四五个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风气很甚 很多人开始想走了 以前是有钱人走 现在是没钱人都在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 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优质的节目 对 If you don't want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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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page 对